新闻急速递 7月5日晚,歌手李文的姐姐发布了一篇关于李文的动态,透露李文曾在数年前患上抑郁症,经过艰辛治疗,但近日病情急转直下,于7月2日在家中轻生,并在送院后一直昏迷。 医院建立施救治疗,但李文最终于7月5日离世。李文在今年2月23日曾发文表示自己做了腿部手术,他天生左腿有缺陷,两岁时曾做过手术,但手术失败,多年来一直以赖右腿支撑身体。 在去年10月初排5时,因为过度拼搏,触发了旧伤,导致髋关节移位。 他希望能快速康复回到舞台,因为这代表着他给大家带来好消息。 李文回顾了自己幼时的痛苦回忆,被送进医院做手术的过程让他痛苦不堪,而在出院后重新学习走路的过程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痛苦和心理移影。 但他始终坚持用右腿支撑全身,甚至在舞台上唱歌和跳舞时承受巨大的腿部疼痛。 去年10月,他的髋关节已未导致无法行走,但跳舞时却没有感觉到疼痛。 李文表示他忍受了多年的痛苦,但现在已无法正常生活。 他面对着人生中最大的恐惧,不过他想告诉大家,面对困难时态度很重要,乌云过后会有阳光出现。 他将努力面对新的挑战,并希望能早日康复回到舞台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。 这则新闻让人们对李文的遭遇感到惋惜和心痛。 他在面对腿部先天缺陷和多次手术失败的痛苦之下,依然坚持舞台表演,展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对舞台的热爱。 但他在面与抑郁症时,似乎逐渐变得脆弱起来,最终不幸选择了结束生命。 这件事情让人深思,抑郁症作为一种心理疾病,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,提供及时的支持和帮助。 同时,我们也要从李文的经历中学到很多。 他的积极乐观态度和对生命的执着追求,给我们传递了积极向上的力量。 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,我们不应该低头,而是要勇敢地面对并积极应对。 吴李文的姐姐发文透露了李文抑郁症和自杀事件的背后原因,这个消息令人唏嘘,也让人惋惜。 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,对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产生深远影响。 李文勇敢地面对了自己的痛苦,同时也展现了他的坚强和拼搏精神。 李文对自己的残障一直保持积极的态度,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意志力克服了无数困难,实现了自己的舞台梦想。 他的坚韧和勇气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和肯定,但是身体的疾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困扰,甚至使他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。 这个新闻告诉我们身心健康的重要性,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,我们应该及时寻求帮助和支持。 同时,我们也应该关注抑郁症患者及其周围人的心理健康,为他们提供理解、支持和关爱,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 李文中有离开了这个世界,但他的音乐和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,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得到平静与安宁。 同时,也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和关注,给予患者更多帮助和支持。 关注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